昨天晚上后半夜又产了一个小公牛 昨天看着这个牛快要生产了 一直等到晚上12点多也没动静 感觉要等到第二天白天生产了 所以就睡了 今天早起这个小牛已经站起来了 现在已经开始着奶吃了 这个小牛比以前那几头花色要好很多 但是就是一个小公牛 要是小母牛就太好了 这批小牛还有一个没有生产 剩下有丝头还要等长三个月 这批小牛普遍都胎比较小 这个还算比较大的 但是胎小有胎小的好处 就是难产的几率要小很多 像我们养发育母牛 尽量还是散放着羊 特别是牛快要生产的时候 这样牛生产的时候 即便是人也不得金钱 这个大牛也可以 铁食照顾这个小牛 不会造成这个小牛的冻伤 这头是个小母牛 也是这批牛产的 这个划算也不错 是这头大牛生产的 因为这个眷舍设计的原因吧 这个产毒的牛 没法单独的照顾 所以这个大牛受的特别厉害 过了这段时间 你抓紧把这个新眷舍收拾一下 把这个产毒的牛 单独关到一个眷舍里边 加强思维 这样这个产后的牛 也会尽早的发情 给这个大母牛弄点脉口汤汤水 现在这个小牛也吃上来了 我看着这个胎也快出来了 经常活动的这个牛 这个体质就是好 所以说我们养繁殖母牛 要适当的让这个母牛多运动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